单头地检署接获了民众报案 说有人在信义乡的单大领导非法打猎 经过埋伏之后 终于逮到了两名持土制手枪盗猎的民众 不过也已经有山枪水露跟长宗山羊等等保育动物 不幸惨遭毒手 警方先在草丛隐蔽处找到两把土制猎枪 随后又在公僚旁边 找到大批用塑胶袋跟纸枪装起来的动物尸体 警方监获民众检举 单大领导附近常听到枪声 怀疑有人非法打猎 经过长时间埋伏 观察到两名猎人 他们在不试公告可以打猎的时间 进入管制区狩猎 众多单位前往单大林区 然后在5号的清晨 发现有两位猎人 持改造的猎枪射杀 动物当场也起获了几只尸体 根据动物尸体研判 这些动物有山枪 水鹿 长驱山羊等保育类动物 警方以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 将两位盗猎者移送法办 民事新闻天之心 NTO报道